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信上是小而不得 对不对 其实又动作给母帝走的一条台下就讨论 但是基本上你特别让 乡亲朋友在说 吐蚝子 可能你看天使给乡亲朋友 阿公阿婆天吐声音 可能那里还有妈妈是新手妈妈 对 那我们要用来吐声音 所以说乡子是公义 但乡子共吹我觉得好可爱喔 小小的 可是动作妈妈说带起来之后觉得 哇 其实很辛苦 因为其实新生儿她的 一开始的身体机能 听说她身处的宽敬 可能跟我们大人想象的不一样 嗯 嗯 这种原因 这种原因 刚生出来 她其实 我们讲 从前面碰到的问题 应该是黄胆 因为黄胆 其实现在黄胆 会造成脑部的损伤的机会 现在很少了 因为其实大部分出院 出展前 会不会继续检测一次黄胆 如果下枯 你不会继续追踪 所以黄胆会造成 这种的脑部损伤的 机率现在比较少了 是 如果真的黄胆 黄胆如果下枯 就继续检测光 跟黄胆只会降下来 是 那另外的话 生音会会呼吸下 下脚 那会正常的 是 那另外还有一些说 应该他没办法维持身体的体温 所以你可能 体温控制要好 常常看到有些 新疾妈妈带 他们本阿婆 也说 要带她 这种会 盖比较多的衣服 其实 通常聊到问题 你未来的这种阿婆说 其实 应该他没办法维持身体 但美女是很难度 对 那导致要怎么样判断 身影 他要走到哪里 走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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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说 他身体会流汗 身体会流汗 湿不湿不湿 你肢体会走到哪里 室内的体温温度 很高 就可能就 不少人 体温有稍微高 38度多 你肢体 他体温可能 好 好 比较高 所以还要帮他量体温 嗯 假如说你觉得他比较 温度比较高 你可能会需要量体温 因为 刚生出来的时候 带来 你的门诊肯定是发烧 发烧 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量他的体温 应该要量肛温 发尊 你超过38度是发烧 一开始如果说 真的觉得他有一点点发烧 你可以衣服稍微解开 看这个温度会不会退得下来 如果说可以退得下来的 我可能比较没关 但如果说 持续有在发烧 或超过38度半 你一直带 一定有带一款 医生 问性三款 对所以其实这 这个温度就是新生儿 其实 我 我觉得听性三款 觉得好脆弱 就是真的 所以带小孩很辛苦 是 所以这也是一 告诉大家就是说 上次妈妈 堵过他肚子 的时候 不要觉得很轻松 这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好 环境很重要 宽阱都重了 因为刚刚讲到 新生儿的身体机能 所以他的温度很重要 所以这个温度 提一件事 其实室内的温度也是很重要 而且保持湿度 对 这边有几点 还蛮重要的 因为主持人刚刚讲 其实带小孩 带来这种新生儿 说简单也很简单 说困难也困难 就是你小儿科医师 最主要就是 对我们观察小朋友 突然说 要 其实小朋友他 刚生出来 大概吃饱睡 就睡饱吃 三个钟头四个钟头 他可能就会显然 因为肚子饿了 我觉得这样还蛮幸福的 就吃饱睡 睡饱吃 其实大部分小朋友 都是吃饱 一个月内大部分吃饱睡 就睡饱吃 所以刚刚等一下会讲 跟睡眠时间 差不多 可能会长达二十个小 二十个小时 十六到二十个小时 所以 因为 突然说 这种小朋友 这种体温 没办法维持一个固定 所以室内的温度 可能要 差不多二十八度 二十九度 那湿度 也要保持一个 适当的温度 对小朋友是比较好的 然后 可能 因为 小朋友可能会有些惊吓 反正 如果过多的噪音 可能会 下行宝宝 让他睡眠的比较不好 所以这个可能会需要注意 对 然后当然你睡觉 你怎么能够 你太阳光那么大 你让他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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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其实环境就是比较舒适 因为宝宝其实很多时候 他其实环境很重要 对 好 说到这片的时间 因为宝宝其实一出生 如果可以 譬如说祖地 然后妈妈也有蛮多的乳汁的话 你会嫌疑 本性的和母乳 对不对 说到一个 你看到他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如果可以 我们就提供他母乳 和母乳的优点很多 对 对 其实那些 其实喂母乳的就是父女 妈妈 趕着趕着 但是因为某些因素 妈妈可能 没有办法喂母乳 比如说工作上的关系 对 那有些她可能 比如说她没有那么多乳汁 这种情况下 真的没有办法 可能 不然的话我们通常也是会建议 妈妈可能还是 母乳 好 母乳有什么好处 可以增加抵抗力 因为她可能有一些抗体 在妈妈的乳汁里面 所以而且可以减少过敏 而且第五点讲得很实在 经济实惠 对不对 小年在看她 怕我乳 所以这个很重要 而且其实很多 舅妈妈来 阿妹来说 觉得好像阿妹喂母乳 自己也在产后复原 好像也瘦得比较快 要比较快 对 喂母乳 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优点之外 它其实可以增加 母子之间的互动 对 突然说 也许可能 小年好有安全感 将来长大 时候可以 可能 人格 发展可能也比较健全 培养 亲子 对 不过信心上有广东 因为这些优点的阿妹 他可能不是专职在带小孩 但是他又很想让小年来 饮母乳 广东在那儿便宜的世界 他就会可能送饭赶世界 因为母汁很丰沛 可能送饭送 就一定会死亡 你就先去把母乳先挤起来 然后先冰起来 然后他扮赶世界 让他走去 然后 又对妈妈真的很厉害 因为他的母汁很丰沛 所以他其实还可以跟别人分享 所以上次变胸打扣了 要改世界 冷冻库很多母奶 所以像这样的母奶的保存 或是放到冷冻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我们一般母乳是可以冷冻 冷冻完之后 你如果解冻 就不要再放回去了 当然 就像我刚刚讲的 有些可能 因为工作上的问题 他可能没办法 直接喂母乳 母乳还是喝新鲜的比较好 冷冻 让我有个同事 给婆婆带住高雄 我就说 24小时 那个就是宅集 就这样子 真的这样 冷冻送下去 但是 运送的过程 品质怎么样 我们无法保证 无法保证 所以就是 冷冻 冷冻完解冻完之后 就要喝掉了 就不要再冰回去 为什么不能再冰回去 因为 可能会有细菌的滋生 而且特别是乳制品 其实 假如你接触到空气那些 其实很容易 像一般我们 即使是我们胃的 婴儿配方奶粉 其实 你在尝温下 放了三十分钟之后 其实也 可能也建议要倒掉 对 因为喂母乳的方式 当然一般的 我们说轻胃 那就是最好的 对 因为那就是最新鲜 然后又是最好的 最原始的 可是因为有时候没有办法 是 所以你就会先挤出来 放在旁边 就是冰到 变胸改意思 变胸是那种信赏狗 因为浪动 觉得好像很安心 还没有问题 觉得可是你浪动 又会拿出来 再加热 再喝 其实有时候 这中间不知道 发生什么样的感觉 有一些营养素可能 就会流失 也会流失 因为有时候 妈妈去上班 灌下 他就真的没有办法 他又同时 叫妈妈堵的 A地址 母乳 他会送到B地址 从冰箱拿出来 先放到保温袋 然后声音中间 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然后再送一份声音力 所以也有可能 然后我们说可能 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 所以有这样的主意 所以乡亲朋友 有时候 喝母乳特别的主意 来提供 有时候也给董豆的主意 来聊一下 电话长就来说 今天老太太太 欢迎向我说 我还有欧鸥子 给这个土豆的语言 要照顾 董豆给妈妈 记得照顾欧鸥子 很辛苦的原因 是因为 因为小朋友 他上两重 是两重 就要喝一次奶 然后晚上睡眸改时间 因为大人睡眸 譬如你生日 你生日两岁 八重座 但是睡眠他 就是会醒来 所以台婴就是要醒来 所以这边要 老太家的父母 其实有 欧鸥的建议的睡眠时间 对不对 很长 两个月以下要 14到20小时 按矩 一般讲的 刚出生的小朋友就是 吃饱了睡就睡饱了吃 其实 好像天使喔 好可爱 因为 我现在想一想 的确太太也是很辛苦 因为在睡觉的时候 小朋友可能 三四个钟头 他可能就饿了 血糖低热 他可能 这种刚生出来的小朋友 其实很像动物 动物就是 原始的本人 他肚子饿了 他就会起来吃了 讨奶喝了 所以妈妈可能 半夜可能会需要 起来 可能是需要 喂一次奶 对 喂一次奶 那 不过通常慢慢 六个月以后 他可能 睡眠的时间 开始比较短了 那这时候 可能开始 你可以慢慢 让他建立一个 睡眠的周期 可能就是 比如说像白天 你可能就是 尽量陪他活动 到了晚上 他可能 也许可以睡到 六到八个钟头 他比较 不会再像以前 刚出生这样子 那么 经常的 会需要喝呢 有些妈妈 他会说 他说我要训练 我要训练 才会哄啊 就跟大人一样 就是因为很多 宝宝记不过 忍心跳睡梦 然后等到 岸部人 他就整个晚上 在那边玩 所以有一些 妈妈会说 爸爸妈妈会说 我要训练 宝宝的睡眠时间 不要给他 日夜颠倒 对 所以白天就说 不要睡不要睡 岸部人好好的睡 这样子 是可以的吗 其实我们的睡眠周期 其实我们说 其实 由我们脑 一些分泌的 一些荷蒙来控制 所以你说 白天的时候 本来就是 日光阳光比较多 他其实 这种情况之下 那种 我们所谓的 比如说像 一些睡眠的 一些荷蒙 他可能分泌的 比较少 到了晚上 可能分泌比较多 因为本来 所以睡眠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训练他 他真的要 真的 白天的时候 你可能让他可以活动 比较多一点点 到了晚上 当然你要配合环境 你睡觉 可能灯光光线就要暗了 你不要说 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你自己在做事情 在看书 灯光很亮 你说你要让小朋友睡觉 这个不太合 了解 对 而且说到那边 其实有时候 宝宝在带新生儿的时候 他会很容易哭闹 就会有很多 妈妈会觉得说 哭的时候 就像性上狗 因为他就像是一个动物的 一样 不要有原始本人 第一个是警察 就是说他是不是饿了 然后就喂奶 也不是饿了 然后 天日子生孔 就有什么 尿布 是不是失了 也没有 对 然后怎么样哄 怎么样抱他 也都没有用 对 所以这个时候 有人 有人会有种方法 就是不要理他 就让他一直哭 想说他哭久了 就会停了 或者是想说 他可能就是要讨拍 想说喜欢 有没有 要被抱在怀里 什么的 所以这样子的方式 是OK的吗 龚主 有没有 就是我们第一个 生人狗 你会检查几个事情 就像你说的 你看到 是不是 毒吸药呢 尿布有没有失了 假如这些都没有 那有些 举个例子来讲 有些可能 比如说 小朋友 通常半夜 有些人会哭闹 有些是 我们所谓的 长脚痛 他可能是腹脏 毒吸 脏气 这个时候 你可以用一些 婴儿油 在他肚子里面 可以稍微 做一些按摩 让他排气 你可以给他做一些 身体肌肤的一些接触 让他产生一些安全感 那小朋友哭 其实大部分 都是会有原因的 很少部分 可能是一些 其实不过 这么小的小朋友 大部分哭其实 是会有一些 特别的原因的 那小朋友如果真的 常常这样哭 你可能有时候 除了长脚痛之外 假如说 你不是喂母乳的 你可能要看看说 他是不是对 你喂的奶粉 是不是会产生一些 过敏的症状 小朋友可能 晚上会容易 啼哭 是 所以是从心上讲的 跟狡猾的时间 有可能 我觉得长脚痛 就是腹脚痛这一点 可能是有时候 爸爸妈妈 会比较忽略的 因为他看起来也没有怎么样 对 是 然后你狡猾发烧摩 他也没有发烧 你就觉得他只是哭闹 所以有可能是 脏气 肚子痛 所以他会说 你帮他按摩一样 帮他舒缓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 帮助宝宝入睡的方法 其实这边有提到 比如说 有一个比较 放松的环境 其实 你让他身体舒缓了 或是他心情舒缓了 帮宝宝按摩什么的 他就是也比较容易入睡 对不对 也会比较容易减少 妈妈说 带小孩真的很辛苦 对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是 对 心上也有功德说 其实 有时候你稍微抱他 有时也是给他一种安全感 对 安全感 这很重要 很多人可能有没有工作 可是也许他在未来 长大之后 在发展上 他就是一个 比较有安全感的人 对 所以这很重要 对 当然因为 对 对 对 老一辈子会建议说 金兰基 他其实习惯了 他习惯了 所以他一直都要妈妈抱 对 所以会刻意的 让他有一个比较独立的样子 所以其实 我觉得是过于不急都不好 对 过于不急都不好 然后就看中庸 找一个比较中庸的方式 就是要看 假如这些状况 对 都正常 那基兰狗可能就是 怎么讲 就是需要安慰福报 我们可以稍微 如果说这样子安抚 他就不哭了 那就 对 那如果说还是一直哭 那当然 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 可以跟他 可以询问他说 为什么哭 如果说 只是单纯只是耍脾气 那当然我们就不需要 顺着他的这个脾气去做 什么 对 我觉得 那欣赏狗妹 我觉得欣赏应该就是 一个好爸爸 对 这个吐神 也是应该很有耐心 所以 我们说到河南 对不对 睡觉 他因为有一个就是睡姿 你知道 一定要好好的睡 为什么呢 因为台下路会说 这样子小朋友的头型 才会好看 我们这边到台下路 准备几种睡姿 比如说这边讲到养睡 它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还有测睡 医师会有人特别问你说 小朋友的睡姿吗 睡姿其实到比较少 最近比较少问到 其实 我们小儿科医学会 其实有建议 其实不建议婴儿是用趴睡 哦 这边有讲到趴睡 对 因为其实趴睡 会容易造成婴儿催死症 因为小朋友他的 你趴睡 因为小朋友他的头部的活动力 其实还没有那么好 其实有时候可能会窒息 对 因为有时候 爸爸妈妈 我们有时候当儿科医师 多多少少都会碰到 小朋友三个月大 带来说 妈妈说晚上睡到一半 就没有呼吸心跳了 送过来做急救 这种情况 可能还是跟某些情况 可能跟趴睡 是有关系的 但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妈妈会想说 让小朋友趴睡 最重要的目的是 因为她觉得趴睡 好像比较有安全感 比较不容易被惊醒 就是选择趴睡 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或者也是 偷刑的关系 对 趴睡会不会有 比较安全感 这个我倒 我倒不晓得说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理论 根据说趴睡 会不会比较 比较有安全感 但是就像医生讲的 就是可能趴睡 有可能 会造成钢抬的状况 所以其实现在 起来好吗 对 然后当然如果说 因为找过翁阿子 有时候 那个 我们说危险的发生 是瞬间 真的我觉得带小孩真的很 为什么有时候 精神很紧绷 你一直在旁边 你根本 你没想到 你都没有什么感觉 怎么才转个头 去做什么事情而已 回来 就有可能发生什么 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每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问题 唯独到 像你说 三个月 六个月以前 这种 你所谓趴睡 这个 可能对这些小朋友 可能比较重要 对 六个月之后 小朋友会翻身 这时候 他就要注意 台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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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会头部外伤 你所谓烤路 雪走路了 可能就会容易 家里的环境安全 这个时候可能 就需要注意 要特别注意 东西 老子 没人穿不住 哪里是谁 对 这种地上 可能也不要有尖锐的东西 但是 声音 鼻孔 就受伤 鼻孔里面 不是 噓到噓到噓到噓 对 所以其实是从心上说 其实肯定的声音 是 教掌的 是在台独民 要特别的注意 但是 ingenua跟东西 老太大了 第六个 今天帶大家來分享 其實歐仔子吐聲音 抓到問題 我發現發現 其實當中的問題 當然不是我們可以解決的 或是我們可以立即就處理 或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就是觀察很重要 對 然後 基本上就是在氣收到 他就在地收孤孝孝 十五個吐聲音 就是觀察他的一些細節 就去抓到世界信上說的 他可能會吐息筒 某天從吐息筒去塑塑 他其實就安靜下來了 說到來觀察 他也會觀察 何難要觀察 水某會觀察 便便 耗息 這個很重要對不對 很多媽媽會說 怎麼一天耗息不得白 其實 便便的問題 你不會通通家長沒問題 就是 我們小兒科醫師 我們觀察 便便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通常 剛出生 一段時間都很難 這時候要特別注意 不要有所謂的灰白便 灰白便 對 灰白色的大便 然後所有的 你講的注射疫苗 有所謂的健兒手勢上面 就是所謂的大便卡 大便卡 就是分九個顏色 哪幾個顏色出現的時候 你會 撤到突起的一種醫生 因為這有可能給膽道閉鎖 因為該做的潰漏 它舰漏潰漏 應該是 將來 預後是模糊的 所以如果說你的聲音 有灰白便 你就注意 那灰白便就有可能 可能是膽道閉鎖 不過這通常大概一個月左右 兩個月之前應該 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那個媽媽要注意 特別在一個月以前 要特別注意小朋友的 大便的顏色 不要有灰白色出現 至於你講的也有 墨綠色 我們只有注意 第一個 大便不要是黑色 因為黑色可能是血便 就是比如說 上去彈鎖 會上下化道出血 大便出來就不會 對 媽嘎安逸的顏色 那個是血便 或者是有鮮血便 一定會得到腸胃炎 特別是 沙門氏菌感染 如果發燒 大便可能會有帶血 會有黏液變 這種可能就是 有感染的症狀 各種的症狀 你可能要注意 心上要說的是成人嗎 省音也會 省音省音也會 喔 好 所以大便 只要不要灰白便 然後不要大便帶血 然後顏色不要是黑的 其實你說 黃的 墨綠色 其實跟莫買關係 跟莫買關係 而且很久從頭上 例如省音去看的 摩摩 紅顏子應該心上說的 兩個月以前 你看去歐時 灰白便就真的要特別距離 那你說等到學生 年輕的 其實兒子會 會燙 會打 可能你餵他吃什麼東西 也會影響到 他便便的顏色 像次數呢 因為當時你會說 我的寶寶是不是拉肚子 腹瀉 對 一般的家長的衛教 你說人的莫臭口三百 都還算正常 三次而已 三次 小嬰兒 他如果一天五六次 五六次 這個我們說就要看量了 上次我們一般喝完奶或吃完東西 其實會有一些反射 就是腸胃會蠕動 這有時候有時候小朋友 腸胃蠕動放個屁 然後會滲一些便 一點點便出來 這個有時候這個是正常的現象 這個你就不用太擔心 但是每次如果說拉的便便 都很水 量很多 對 該時你做核主意 你做在台上做大便的檢查 是不是去消化有問題 或者是去對奶粉又過敏 所以其實心上說的 就是一般 小嬰兒會蠕白 說超過蠕白 當然你要自己去判斷 有時候你剛喝完奶 一點點出來的 你不能說 那該一百 對 那你這樣就有點 可能太嚴厲了一點點 那像尿液呢 像尿液 我聽說有一些寶寶 他的尿液的顏色 比如他可能有點 粉紅色或粉紅色這樣子 那有時候媽媽看到 怎麼這麼恐怖 對 可是那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該一般說起來 這種聲音去訓練 台北人吃奶 如果說奶量不夠 可能會有我們所謂的結晶尿 結晶尿的時候 可能在尿部上 一種可能會有一些紅紅的 這種通常你給它補充 奶喝多一點點 其實就OK了 這麼簡單 對 對 剛才因為血尿 對 因為血尿 一般通常說起來 像剛出生的小朋友 嬰兒 大概差不多三四個鐘頭 會需要換一次尿部 那你就知道它的尿量 其實是差不多是OK的 對 所以其實就從患尿部 譬如說三兩種就是兩種 我們一般尿部 你就會知道它的尿量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樣聽起來 也真的就是觀察 對 然後當然在衛教手冊上面 有很多的知識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你會有慣叉 安永改次數 如果說到兩邊 我們說異常的症狀 剛剛說到灰白色的大便 誰性上功 這要特別注意的 水便 那當然水便 我們一般 一般人都在公司 就是覺得那就是 歐離毒 歐離毒 然後血便的話 那就是很嚴重 對 不過這邊說到顆粒狀 那就是桑仙 你老人家會說 農若是 你有沒有要說 農若是 而且寶寶那樣也會哭 因為去甕牌 去甕牌 那像一般來說 我們遇到像便秘的問題 我們除了去看醫生 一般都不好 媽媽可以怎麼處理 一般通常有時候要看狀況 因為有時候 身無難的小朋友 對 有時候去 腔癢的 最長的 一禮拜摸大便 母口的大便出來都是軟的 最長的沒有關係 一個禮拜就沒有歐息 可是去下廣場 歐息會軟的 對 它大出來大便 這麼厲害 對 喝母乳的小朋友 是會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你的聲音 比如說你甩去摸 不歐息 開始肚子又脹 肚子開始比較脹 喝奶油比較 下燒 因此可能 注意它可能 這些大便可能 就有點便秘的現象 有沒有 還有 都 都 都癢 都癢 可能有些小朋友 可能 有便秘的狀況 這時候你應該會看 它是不是水分 攝取得不夠多 或者是說 賤奶粉 奶粉 可能 配方 配方奶 可能也有一點點關係 所以那個時候 你可以換一下 換一下其他配方的奶粉 試試看 它也許可能就比較不會便秘 對 我有一個經驗值 我可以通好給他 怎樣 其實那時候還很小 可是已經可以開始吃 很多副食品了 然後吃很多其他的東西 又會跟他一起撈 然後 他其實已經說 他會吃活龍果 像好像有點在卸責 像這個 然後一試一試就整台磅 結果提音音 是有期 我們送口給世界 是發現說 它打出來的便便 全部都是紅色的 然後那個幼稚園老師很細心 他就是觀察誰 他說 也不能講幼稚園 其實是像小托兒所 其實不會說 怎麼會是這樣的顏色 然後就打電話去問媽媽 然後媽媽就打電話來問我說 我的小朋友昨天 在那裡 應該沒辦法去洗 我說 沒有啊 就吃掉一整盤的火龍果 我說是不是吃太多了 他說好像吃太多了 所以整天的便便都是紅色 所以像這也沒關係 所以你是要注意 他吃了什麼東西 對 是火龍果除了那個 大便會變紅 而且小便也可能會是紅色 對 小便也可能會是紅色 這個我以前不知道 對 一開始的時候 會覺得說尿尿的時候 想說小朋友尿尿 那個顏色是有點粉紅色 後來發現 後來就上網去查 是因為火龍果 尿液跟糞便都會是紅色的 所以其實也沒有的 沒有按 鹽醬 對 但是你說就是 母乳或者是配方奶 它會影響排便次數 會 會影響排便次數 剛剛醫師就有講 母乳有可能一個禮拜 有些可能會一個禮拜 都沒有大便 那配方奶就會比較 配方奶可能比較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有可能會造成便秘 或者是有一些那個配方奶 可能會造成 你所謂的大便次數比較多 對 對 所以其實說起來 你台下有發言 說起來其實很多問題 是超出我們的想像 對 然後其實也不用太緊張 對 其實不用太緊張 因為現在新手媽媽 新手媽媽上路會覺得 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大家心裡就會好緊張 想說這個是不是怎麼樣 那個是不是怎麼樣 所以是從心上講的 我覺得就是你哪裡觀察機 就比較就還好了 會不會有你的門診 有很多媽媽很急匆匆的 把小孩帶來困 其實也還好 我告訴我就是 有些就是純粹的意思 老去講 就是剛剛你讀節目上講 有些是衛教 對 因為他們老去講一拜 其實是地雷 其實下班是不要緊張 在這拜大陸 沖沖就下 在這拜大陸 去恩賜給我們照顧 對 他們老去講過 其實下班是下班 是因為通常的問題 接著 接著 對 你記不記得要強度 你給新上這個節目地度 其實這一集 比較是跟大家 富裕洪洞洞 衛教的知識 對 其實土生因 真的是一件很辛苦 東部以太太的事情 這個一定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鄉親朋友 希望你看 你記不記得陪他 挑戰問題 是地雷 挑戰問題是地雷 所以各種感謝 你的新上這個節目地度 然後台北的本項 師母姓山 You give it 一切一切 好 師母 好 今天 你來找人 堂了